你敢相信吗 这是一款纯手工打造的小型水利发电站 你别看它小 它发电的效果 足以支撑起一个家庭日常所需的用点 关键是制作的方法及原理都非常简单 接下来 我就把这款大坝的建造方法分享给大家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保存起来 首先 开始建造前 我们需要选择一片足够宽敞的空地 我们先利用铲子开始对这片空地进行挖掘 主要是要先挖出一条吸道及两个小型的水池 吸道连接在两个水池的中间 再挖掘到一定深度的时候 要在其中一个水池边上挖出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 后续我们将用来建造一座小型的大坝 最终挖掘出来的效果 就像是瓶中这样 成一个杠零模样的形状 随后我们找来一些PVC管 把它切割成接口的形状来 用一座后面的排水管 再找来一块塑料板 对着塑料板上是先做好的记号进行切割 再接着找来一些铁丝线 绑成如饰瓶这样的网格形状 这是来用作于大坝里面的钢筋 把这些材料都准备